6號早上8點多起 今天後宮廟前一群人拉扯 紅帽男子被包圍 想闖進去廟裡被擋住 有人報警處理 警方到場 紅帽男一度逃給警察追 結果被逮住 男子口氣很嗆 原來是因為急車亂停 被廟方人員糾正 心神不滿爆發糾紛 最後被警方帶回派出所 其中一個是我們的 那另外一個我們不能死 就是衝火嘛 然後原有怎麼樣不曉得 頭這裡有流血 頭這裡流血 紅帽男是52歲流姓男子 因為想到廟裡借廁所 車子亂停 陳姓廟方人員出來請他移車 兩人一言不合 肢體拉扯 廟方人員手跟頭部都擦傷流血 流姓男子被警方帶走後 知道自己太衝動 向對方道歉 內急遇借用公廟內廁所 因停車位置不當 遭廟方人員糾正 所以心聲不滿 想借廁所卻亂停車 和廟方人員拉扯 造成引人受傷 最後廟方人員不提高 記者高雄 總報道